如何让别人主动凑过来帮你呢 别划走 教你三个套路 有点厚黑 但很实用 第一招 拉别人下水 你不干也得干 你不帮也得帮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比如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家住在四楼 有一天五楼的脏水泼脏了他家阳台的衣服 因而要上楼理论 结果对方死不承认 于是他就悄悄地泼脏了楼下三层的所有衣服 再告诉他们是五楼干的 他也是受害者 于是三个楼层的人都去帮他找五楼算账 从此以后 五楼再也不敢泼脏水了 这个方法虽然卑鄙无耻 但是很管用 因为当你把自己的困难和别人的困难绑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事就成了大家的事 有限度地拉别人下水 别人就会主动帮你 再比如 你在火车上端着刚泡好的泡面 但是火车过道上有很多人 如果你说 让一下 让我先过去 根本没人理会你 也没有给你让路 因为给你让路没有任何收益 生理心理上都没有 但是 你说 让一下 小心烫到你 那么所有人都会为你让的 因为他们都害怕被烫到 第二招 利益共同体 比如一个老人的房子要被施工方强拆 于是势单力薄的他为了不让房子被刨 所以他以超低的价格把房子租给了一个强壮的年轻人 也和男子说明只能租三个月就要被拆 所以才会这么高的性价比 因此无奈之下选择了替老人出头 所以当你把自己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时 自然就会有人来帮你 第三招 先让别人帮你一个小忙 大多数人都是比较放不下脸面的 所以当他拒绝你第一个要求的时候 如果下一个要求很低 他绝对会帮忙 就比如说 你想让别人帮你看看简历 如果直接问 别人肯定会觉得不了解你 不想帮你 而你先去找他 让他给你介绍一个工作 他拒绝之后 你再让他帮你看看简历 这样很容易达到你的目的 而这时候你再给他点好处 那么下次你在找他帮忙的时候 他绝对会帮你 这就是人性 没有利益的东西 很难勾起对方的兴趣 为人处事 一定要有心机 心机不是害人的利己 而是利己的手段 懂得利用人性 并且把自己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时 你自然能够轻松达成目的 学会了吗